肾的作用和功能是什么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朱国栋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 肾脏实际上有三大功能 首先第一大功能就是排泄废物 以及代谢产物 以及调的这个水 比如说我们这个人体分泌的有害物质 代谢产物都是通过肾脏来排泄的 包括鸡肝啊尿素蛋啊等等 这些代谢产物 以及水 比如说我们这个喝进去的水 或者是过多的水分都从肾脏进行排泄 那么第二大功能就是调节 人体的电解质酸碱平衡 我们知道人体这个电解质 包括很多我们常见的这个钠离子 钾离子钠钾离子这些 包括我们的这个pH值 这酸碱平衡 都是通过我们肾脏来进行调节的 那么第三大功能呢 就是说内分泌功能 因为我们肾脏的话呢 会分泌肾素 那么肾素就参与了我们血压的调整 我们有一个叫肾素全股酮血管紧张素调控系统 那我们肾脏就参与了这个血压的调节 还有一个内分泌功能呢 就是说我们肾脏还能分泌这个醋红素 醋红素的话就是跟我们的血红蛋白 这个生成是有直接关系的 所以我们肾脏不好的病人可能会出现肾性贫血这样的表现 所以总的来说肾脏具有排泄代谢产物跟水的功能 第二个功能呢 就是说维持这个电解质跟酸碱平衡 最后呢就是说内分泌的功能